我還噴了我們的101 吃了母裡 冰冰冰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看到這個場景 就知道我們又要來 久違的下廚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來拍我們久違的 100系列 100 100 100系列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厲害了 我們今天的100系列呢 就是 王島先動牡蠣 這個是在好市多買的 它一包是699塊 他說它一包裡面含的量呢 是26到48顆 我們來一起數一下它到底有沒有100顆 因為畢竟我們家是100系列 我們也順便看一下它的26顆到48顆 究竟它的那個差別是怎麼樣 打開那個鮮味炸開耶 好 我們來數它囉 畢竟我們這是100系列 我們要好好認真數一下 1 2 3 4 5 6 8 9 3 3 3 來囉 繼續囉 9 6 9 7 9 8 9 9 9 111 完成了 我們的101還是算100 算所以沒有101可但我們還是算100 因為100系列我們就要維持它的原狀 就是100 我們今天呢170的牡蠣 就在這裡了 那首先呢 退冰 退冰 退起來 吃了牡蠣 冰冰 太久沒有在主動拍耶 很High耶 很High 我們先來第一批 我剛剛有上面稍微給它壓乾一下下了 壓乾喔 我才壓乾喔 然後呢 我們現在先倒油 我們等一下再來準備我們的流水餡 大家要記得如果要炸東西 要找那種冒煙點比較高的 慢慢讓它熱之後 我們要開始先做我們的流水餡 先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剛剛上面已經稍微先擦過它了 然後呢 你就這樣沾一下麵粉 然後再沾蛋液 再沾麵包粉 開始 A few moments later 我覺得我們離在好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三顆 好久喔 果然100顆最痛苦的就是這個 那你還負責護這個喔 這樣我們的速度就變快囉 100個 好累死了 快點 我要跟我的100個合照 身為一個吃炸物吃出精靈的人 我知道怎麼辦 這是不用洗的喔 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怕等一下有人會說 欸 你身材不洗喔 這不用洗喔 不用洗的應該是我本人的頭髮 還好我今天本來就有要洗頭了 所以就也還可以 好 漢包子 把它鋪在正中間 有沒有 漂亮喔 接下來就是要把我們的生蠔給抿下去 好 送菜 沒有錯 你被業配了 夏天要來了 大家知道保養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嗎 那就是清爽感 客蘭師的明星商品黃金雙雞翠 推出了清爽版喔 它使用起來更清透更清爽 而且非常的適合夏天 像我本人呢是混合肌偏乾 上年的時候它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呢使用起來也不油膩 可是同時保有滋潤跟保濕的功能 夏天使用起來就是清爽 有21種活性植萃 成分非常的天然 可以穩定外層的膚礦 減少痘痘粉刺生成 再滲透內層基底 讓肌膚更細緻更透亮 由外保養到內 所有的膚質都非常的適用喔 獨特的雙瓶配方 它將水油分別放入瓶身裡面 就像裡面有一個內建的廚師 你每次擠壓 它都是現點現做 我的黃金比例 水油的比例是2比1將功效 最大化 最大化 現在呢有兩種質地可以任你選 經典版跟清爽版 如果跟我一樣喜歡熬夜追劇 戶外工作或是旅遊等等的 保養都可以一瓶搞定 讓你永遠維持18歲 Forever Young 棒可千 棒可千 今天它去玩了 沒有關係 就由水水先來吧 換完克蘭斯的介紹是不是很想買呢 非常的推薦喔 你抹完之後早上起來會有一種 燈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呢 終於要來吃我們的炸牡蠣了 炸物這種東西 真的你炸的時候前面會覺得 哇 好幸福喔 它在啪啪啪啪那種 我炸物的ASM 大概炸到第30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人生很黑白 哇 好送料 那我們現在先來吃吃看 我們炸的成果到底是怎麼樣 你早就該拒絕我 可能就是很多人說這個廣島的牡蠣 車位很重 可是我吃我覺得不壞了 不是炸101顆嗎 然後我先吃了一顆之後 那一顆我完全沒沾醬 我也覺得不測 然後現在沾醬之後又覺得更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用這種方式炸 然後要記得 如果你是那種沒有果粉的牡蠣的話 你就先解凍 然後記得要把它擦乾 不然炸的時候其實有點危險 好鬆掉耶 我們炸得很剛好耶 它是外酥內軟嫩 然後沒有到過熟 硬起來的那種 還是保有它那種鮮嫩的那種口感 欸我在實現我的那個 炸牡蠣自由耶 通常你去那種G95店 它一次不是只有5顆 然後大概100多塊嘛 我現在有100顆耶 應該要切一些香菜末在塔塔醬裡面 因為香菜跟塔塔醬配在一起 然後再用那種炸牡蠣 超好吃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想說這一堆咖啡色的東西 但是這就是咖啡色的東西 才療癒啊 就跟麵包 炸雞 你看這種東西都是咖啡色的咖哩 我們本來是想說只有用地瓜粉 後來查了一下覺得嗯 我們還是用有點像是鞠酒會用的那種炸的方式 我覺得吃起來 最是最幸福的 欸 香菜加塔塔醬很好吃耶 麥麥你知道嗎 好久沒有炸這麼大量的炸物了 搬出了好久不見的很多器材 有一些其實只有使用過一次 但因為畢竟本人也是小鳥味 但是我比較偏駝鳥一點點的那種味 所以我的器材都比較搭 最後我覺得哇 久違的器材耶 在台北村土村金 這些都會存放 還真是滿佔空間的 但是在炸東西的時候 有這麼大的東西可以用 我覺得很方便 我剛剛炸了兩個多小時炸到很厭世 最後一大堆炸都可以吃超幸福的 結果跟你在外面一整天 你知道皮膚口紅或什麼之類的 回來的時候有黃金雞翠 讓你晚上滿滿的一個好賞 是不是很棒呢 大家去居酒屋一定會點的東西是什麼 我好像是看到有炸牡蠣就一定會點 滷一點點我們的檸檬皮給它下去 有用檸檬皮的 多一點那種清爽的香味 再包一下看看吃起來的味道怎麼樣 炸吃久後有點微刮嘴巴 然後就要試一下這種 用蔬菜把它包起來 我第一次用克蘭吃的那個黃金雞翠 就我那時候在試用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真心看它介紹 我打開第一件事就想說先擠 然後就有點 你知道又要睡了 就有點悠閒的感覺 把它擠出來要抹到臉上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它擠出來的時候 它的油跟水是分開的 那種還沒有很認真 因為它的介紹的時候 就直接開始用的時候就嚇到 會不會轉得太硬突然提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它上臉的時候啊 你抹在臉上的時候 是可以稍微小小的按摩 但是它其實吸收 因為我是用清爽版 它吸收得很快 然後它正常的版本啊 就是如果你平常是喜歡按摩臉的話 我覺得滿推薦大家也可以買來看正常版本 因為我覺得正常版本就是當你 就是睡前在按摩臉 你按摩完之後也吸收完了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舒服 找到這一顆 這一顆是我們剛剛裹粉的時候的 最…最後的101顆 因為最後裹你知道嗎 就裹得有點隨性 然後它就變得超大一個 人家蚵仔這樣的東西 真的是一堆麵粉 你看下面 空的 沒有塔塔醬了 我們擠一點美乃滋來試試 塔塔醬還是最best的 最後一口 你早就該拒絕我 欸 我應該要唱副歌喔 都已經到最後結尾了 大家不要走 先不要… 妳不要翻白眼 不夠時間好好來愛你 我滿推薦大家可以用我的方式來做 因為我覺得炸出來的那個麵衣啊 跟它整個吃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很像外面在賣的那種炸牡蠣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滿多人開箱 是說有些人說沒有錯 有些人說有錯 就是占一半一半的 這時候又要講到一個故事了 就是我朋友去台南吃牛肉湯的時候 他就說最近我很推薦 但是他有一次去吃 因為他是嘴很吊的 他就說 他就跟老闆說 老闆你這次的牛肉湯怎麼都沒滴 他說沒吃而已喔 你今天要滴也沒滴 這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反正就是有沒有幸運這件事 我在想說可能每一批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以它的價格跟它的內容物來說 我覺得算是滿划算的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 就是可以買來吃吃看 你知道那種鮮味吃久的還是會有點小膩口 或者是說大家可以用其他種料理方式 我很好看到有人就加在麵線裡面 然後我也有看到就是把它做成那個 豆豉鮮科嘛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滿多料理方式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買買看 今天也非常謝謝克蘭斯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用開 尤其是我是敏感性偏乾的 隔天早上起來真的會有那種喝飽水 很飽滿透亮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清爽版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夏天用非常的剛好 最後再提醒大家現在克蘭斯的官網 可以免費兌換黃金雙雞翠的清爽版 大家要記得趕快去兌換這吧 不管你是買今年版本或是清爽的版本 用我的折扣碼CEAT 還可以獲得彈力日雙優 趕快去兌換知不知道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已經是很久沒有100系列了 所以喜歡100系列的觀眾 或者是說之前敲完敲100系列很久的人 記得在下面留言喔知不知道 按點讚留言起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邦可千 邦可千 噢 有它 我就不需要去找邦可千 哈哈哈哈哈 哈哈